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建青 虽然很仓促 但是我告白 排场一定要够大 我知道我是一个不好相处的人 挑剔 规模 从来不说好话 也不爱敞开心扉 当我遇见你以后 我真的觉得自己改变了很多 以前我害怕人多的地方 有你在 好像没那么可怕 以前我讨厌去医院 有你陪我 好像也没那么早 我从来不愿意输给任何人 但我愿意输给你 周建青 我爱你 真的 真的很爱你 没有办法想象有一天会失去你 我也知道我是一个糟糕的人 我也知道我是一个糟糕的人 但你能不能不要放开我 给我个机会 让我为你变得更好 我爱老妈妈 我答应你 摸摘的花花 如天台流星划过 抬头那一刻 治愈内心的软弱 不害怕在人海中淹没 哪怕我折磨不说 心灵柔软的角落 每只遇循远处 顾南周小朋友 顾南周小朋友 你的家长周建青正在找你 请你听到我国后 马上到我国室 顾南周小朋友 顾南周小朋友 你的家长周建青正在找你 请你听到我国室 我刚怕你走错误了 就跟福祝说了一句 他们好像把你当成我的孩子了 那以后 你一定要牵好我这个小朋友 好 走 嗯 周建青 什么 有个问题我想问你很久 你愿意嫁给我吗 后来的后来 顾先生和周小姐 就像漫画男女主角一样 经历过风雨 走进了人生的新篇章 提问的内容 这边都没什么问题了 不过顾总希望 在介绍采访之前 再播放一段 关于心灵湖的制作花絮 让观众也了解一下 其他工作人员的努力 这没问题的 对了 节目组还希望 周小姐您呢 作为顾先生的未婚妻 和天堂街十九号的创作者 也上台啊 接受一段采访 嗯 我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呢 没关系的 您只要上台啊 随便说说就行 所以今天在这里 我想借此机会 宣布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周建青 什么 有个问题我想问你很久 你愿意嫁给我吗 啊 啊 真的啊 真的啊 不够签订 这次我认识你 我的生活就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你看 我已经没法想象 没有你的日子 是什么样的 所以周建青 你可以不要拒绝我吗 你把麦克风打开了 你的求婚台词 现场所有人都听见了 还有 哪有人会在这种地方求婚的 我才不答应呢 近年来风靡动画界的新贵制作人 用不到一年的时间 制作出了一部点击量超10亿的现象金动画 天堂街19号 还在缺少资金和支持的情况下 制作出了今年暑期引爆影院的票房黑马 星灵符 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星云动漫CEO 顾南舟顾先生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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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一路走来 也并不是一帆风顺 所以我非常感谢 我有一个这么优秀的团队 是他们陪着我 度过了每一个煎熬的时刻 今天我还要特别感谢一个人 我很幸运能和她相知相遇 她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 小太阳 乐观 又坚毅 受她的影响 我才能坚定地完成心灵 才有了今天这部作品 所以在此 我要再次给她钱 谢谢她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让我感受到你阳光 沐先生总说 是我给她带来了阳光 可她不知道 哪都是她留在我眼里的光 其实 她才是我的小太阳